有感于台东偏乡就医不变 有民间的纺织企业和社会团体宪爱 18号联合捐赠一辆医事人员巡回诊疗车 还有携带型医疗设备 提供达人箱卫生所巡回医疗使用 车内搭载的转向座椅 让长者可以轻松的上下车 弥补了偏乡意愿不足的问题 双脚轻放电动转向座椅 轻松协助行动不变者上下车 这辆人性化的巡回诊疗车 未来将前进台东达人箱卫生所服务 台东达人箱未处偏远 全向医疗服务仅仰赖卫生所 医疗人力及物力实在不足 加上当地多位幼童及老人 就医行动上更为不便 3500多位的乡民 目前就只有一个医疗院所 原先我们的医师的编制是两位 但目前是仅只一位 有感于此 加方国际贸易公司及台北圆环福伦社发挥爱心 透过申地实业公司煤盒 携手捐赠一辆药价百万元的巡回诊疗车 给达人向卫生所 车内搭载了可转向的座椅 以及携带型的医疗设备 将作为巡回医疗 预防注射及卫教宣导之用 有一个座位是可以来移动的 这个可以方便那个行动不方便的这个老者 或是这个的人 他可以来方便来打厂 前座我们也能够实时的观察得到 他的情况也没有改变 因为我们有山路要弯 有时候就是整个药会倒翻 那如果说有这些药柜可以固定好 他可以帮助我们的东西比较不会被打翻 因新冠肺炎防疫台东县卫生局取消了原定的捐赠仪式 改由录影传讯的方式表达谢意 并自证排湾族传统图腾皮雕纪念品 献上诚挚的祝福 记得下家会台东市报道